魔鏡 Magic Show 之前那个胜出的李冠志同学有没有 在他的这个对手里面呢 他如果碰到今天那个江老师 跟今天刘大学任何一个 他都不会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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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让刘谦老师如此形容 今天的大魔镜究竟杀出怎么样的高手 精彩绝伦的大魔镜马上来 大魔镜Magic Show 欢迎收看大魔镜 今天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由于李冠志先生 已经成功地获得三连霸 晋级成为大魔镜的霸主身份 李冠志先生 欢迎 所以他可以在宝座上面修身养席 等待下一位新霸主的产生 进行七战四胜的PK赛 产生大魔镜的盟主 能够从事魔术表演 是我一生的支援 但我会持续努力 未来在经历大魔镜的心理下 让我能真正成为一个 专业的魔术师 经历了千辛万苦 李冠志终于在上一周 打败了强健的对手江博泉 登上了大魔镜第一轮霸主的宝座 对李冠志而言 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利 同时也意味着 他将面对的是更加强健的对手 与艰难的挑战 介绍我们魔术的评审 第一位叫年利人老师 魔术大师刘谦老师 笑一笑 這樣就有招 有招在手上 這個就是 怎麼又跑出来 好厉害 所以今天我们评审 這個位置是不好坐的 她们两位呢 當然就必须要以毒蛇派的姿态 出现 雖然她们两个人很不愿意 可是她们是站在专业的地方上 才使我们这幾集的大魔镜 順利的产生我们的霸主 魔术之所以能存在的原因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 近年来可以说 这个观众朋友 也就是全球的人口生活的压力 让观众朋友 可以说都生活在蛮低潮的 这个AXENT 是… 这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所以让观众需要有大量的 非药物性的百忧解 跟抗焦率的药 这是非常重要的 百忧解是什么 百忧解是一种抗憂鬱症 或者是这个精神压力很大的 躁鬱症 对… 所以人人都会在心灵上面 去追求一种幸福跟满足的 一种感觉 魔术却刚好可以让观众朋友 暂时在那个刹那之中 身处于梦幻之中 有啊 间接满足了他的精神上面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节目 創立这个新单元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为了达成这项 拯救人类的这个活动 不是只有在棚内 我们甚至于把这个良方 随时就推销到民间去 所以说将来在 各位你们不管在吃饭 在上班还是在工作 突然出现了我们制作单元里面 派出去的魔术师 他们就是来为各位分忧解牢 让你们刹那之间觉得 你们活在梦幻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一位魔术师 是 他身上兼具了很多任务 但还没有到街头上去的时候 我们先请他出来跟大家见面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欢迎胡凯伦 美哥好 今天呢 您将给我们 表演什么样的魔术呢 因为以往魔术 是在表演魔术的时候 往往都是用自己身上的道具 是 让大家都会觉得魔术 不過就是一些把戏 一些假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呢 把魔术带到生活化当中 利用你们周边的东西 你们身上的东西 而不是我自己准备的东西 这样好了 我们来跟现场的特别来宾 借一个戒指 戒指 好 每个人都有戴戒指 每个人都有 可以借我一下吗 我的吗 對 要干嘛 而且他的结婚戒 很累耶 他的定情之物 跟韩国有没有关系 好 OK 这样好了 仔细看 以往的魔术是第一个 长长的袖子 是 第二个非常快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你会发现袖子卷起来的 动作也不会太快 所以希望大家仔细看 好 戒指 还看得到吗 看得到 很清楚 好 我们像这样 把戒指摆在这个地方 我袖子拉高一点 所有东西全部放慢 然后他飞哥 帮我把我的袖子往上拉 拉 有这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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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转台是您的损失 错过是您的损失 超神奇的乾坤大挪移 马上回来 建一个 戒指 戒指 要干嘛 但是他的结婚戒 對 他的定情之物 你跟韩国有没有关系 OK 这样好了 仔细看 以往的魔术是 第一个长长的袖子 第二个非常快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你会发现袖子卷起来的 动作也不会太快 所以希望大家仔细看 好 戒指 还看得到吗 看得到 很清楚 好 我们像这样 把戒指摆在这个地方 袖子拉高一点 所有动作全部放慢 然后飞哥 帮我把我的袖子往上拉 拉 这样子就可以了 深改荣幸 仔细看 我看 microbi打扮 来 她把脸子弄得不見了 怎么可能 那個是有紀念意义的 對啊 她们要不見了 對啊 她们要不见了 她會给你拚命的 小馬先要哭了 小馬先要拚命的 小馬先要拚命的 好討人喔 放給我 小馬先再找一个人好了 要不要比想要 現在我都沒有拿出來 好險沒給他耶 仔細看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 從一開始讓你們看到 戒指在手上握起來 包含袖子捲起來 到飛哥幫我捲袖子到這邊 完完全全 我的手沒有離開過大家的視線 對啊... 但是戒指會跑到什麼地方呢 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類似形狀的地方 例如耳環啦 或者是鑰匙圈 這樣好了 仔細看 我手到現在都沒有偷偷離開過 我沒有收到口袋裡面 一直放下去 動作也非常的慢 但是在我的褲腰上 有一串鑰匙 真的嗎 麻煩飛哥 我這樣我手不動 慢慢的幫我把我的外套 往這邊拉開來 好 仔細看 還有一個收拾而已 有鑰匙圈 不是... 我是精神耶 怎麼在哪裡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不看到嗎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是不是這一刻啊 是這一刻 我先讓妳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是不是這一刻 是同一個嗎… 像馬姐姐老師講喔 一樣的 怎麼弄的 我不知道 我不能跟妳講 好可怕喔 好厲害喔 好可怕喔 真的嗎 今天我們只不過是小秀一下 他們馬上就讓我們這些人的情緒 整個就提高了 嗨起來 他接下來要到街上去 我們現在來看一段 胡老師的VC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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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镜冲击食物 随时在你身边 看了沒有 看不出來耶 對不對 太厲害了 從今以後各位 我在街頭看到一些藝人的表演 什麼魔術 有關魔術 都是我們大魔鏡 綜藝大哥大派出去的 嗨 這個功德可以說是 可以比美大愛電視 沒有… 拯救人生 接下來回到我們棚內 我們要進行我們第二輪的 這個比賽 前面幾週有一位弟弟老師 大家都知道江柏全老師 現在已經是名文俠爾了 對 江是老的啦 江是老的啦 同學今天又來澎澎對不對 那麼江柏全老師 今天他要參加第二輪的競賽 他是不是可以今天晉升為 本週的這個冠軍呢 好 那要看今天他的表演怎麼樣 請大家慢慢觀賞 我們歡迎江柏全老師 江柏全 一位任教於高中的地理老師 幽默 詭諧的魔術手法 深得劉謙老師的喜愛 也讓人驚訝於他的創意 但是在連續兩週 面對先任霸主李冠志的壓力下 難言緊張的他 在上週親手將李冠志送上了第一輪霸主的寶座 由於他優異的表現 製作單位邀請他再次來參加比賽 接受其他魔術愛好者的挑戰 今天他所面對到的是另一個新的挑戰者 今天的比賽攸關著江柏全能否向霸主之位邁進 他是否能夠如願以償呢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要唱歌了嗎 亮起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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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我了 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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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興 有这么冰吗 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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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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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话 降水 假設了 是啊 里面没有东西 干嘛 谢谢 给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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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用力 有没有… 有沒有那麼狠狠 真的 快點 一定要點火嗎 好痛喔 好痛喔 還要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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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 大便 都可以 性感 鞋地 超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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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寫見現場 頭 頭不見了 果然是殭屍耶 頭不見了 他頭咧 絲幽的 嘩 бу∨ delta 超狗 卷唱 sauce 福 好棒喔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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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天啊 好棒喔 天啊 薑絲白白 還跳回去啊 我看薑老師今天是拚了 這拚的也 對啊 他拚得老拚了 根本好像在看電影的感覺 有沒有 對… 好有連貫性喔 對啊 而且剛剛那個是不是妳的學生 那個是我親弟弟 真的 所以說妳如果找學生 我覺得就不對了 真的 在弟弟的話 萬一那個…那個火 本來是怕它燒到 可是後來打開那個頭又不見 對啊 感覺怎樣 我覺得太生氣了 我們在旁邊看 完全看不出來有什麼破綻 而且我覺得就是光是 它營造這種感覺又有點搞笑 對 這氣氛整個很可愛 對 江老師真的是很優惑 對啊 而且不只道士厲害 連僵士都很厲害 他閉著眼睛可以坐到位子上 超長 有種的 他也有受過專業訓練 對啊 超長 我覺得我們這節目應該會促成一段良緣 謝謝 劉謙老師很喜歡江老師 現在江老師 他就說他很喜歡劉謙老師 對 兩個好像互動得很好耶 而且還喜歡我們評審耶 你的意思是什麼 他有寫那個王愛儒簽有沒有 對啊 有啊 有啊 他是寫王愛儒簽 照片 來這套 你就是完全對 連老師就是不抱希望 不寫老師放在眼裡 對不對 那個我們剛滿月的郭靖 你這個節目你從來沒 你以後也碰不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是 感覺怎麼樣回到手 就很厲害 因為手怎麼都沒燒到啊 手指頭 對啊 用火耶 手沒有燒到 對 他用手 手點火耶 手點火耶 點補指的 這是商業機密的感覺 那是火嗎 江老師 是真的火… 真的喔 手也真的 手也真的 是假的 有沒有受傷啊 是毛好像有刁一些些 可以除毛啦 你右邊眉毛是… 是燒過 好厲害 江老師的表演 我們這些外行看得出來 是很用心在拚 我們請劉謙老師給我們講評 其實江老師的表演 以內行的角度來看 也是很用心在拚 這個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延續了一直以來我的這個感想 我真的又被感動到一次 謝謝劉老師 是不是剛剛那句話 把你打動了你的心 還是因為他做的那個標語 對 那個標語 剛剛還有我的照片 這個以至於 讓下一位表演者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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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下面又更是 李老師的相片 對喔 好啦 開玩笑的啦 好啦 不過我倒有擔心 點火的刀子 我從來沒有看過 說真的 這個魔術是其實舊的魔術 就是把人的頭 用刀子去插 這是舊的魔術 點火去插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就是創意 真的 江老師自己的 自己的idea嗎 對 自己的idea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真是非常有創意 有創心耶 我只是擔心的一點就是 那個刀子插進去 會不會燒到我的照片 很可憐 對 還滿可愛的 謝謝 我是說我自己 分控… 我先掉了 講到鬍子都掉了 好 那其實 其實優點真的很多 我就不想多說了 好 我現在要挑的是缺點來說 因為挑了缺點我們才能進步 所以如果有什麼冒犯的地方 等一下私底下來找我 不要在節目上打標 一個就是我覺得江老師 如果硬要挑出一些缺點的話 怎麼樣還可以更完美 就是你的風格要再更明顯一點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搞笑的表演 你就要搞笑到底 如果是一個驚悚的表演 比如說拿刀插人家頭 你就要驚悚到底 剛才我感覺上是有一點 有點不上不下 就是說搞笑 其實我也沒有笑得很開心 說這個驚悚 又被一下那種輕鬆的動作 給打斷了 所以情緒 我總覺得沒有敲到這個 我的靈魂深處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是每一個魔術師都應該了解的 一個基本觀念就是 表演魔術的時候 然後你的人不能被你的魔術吃掉 也就是說當每個效果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表情 你的臉跟你整個人 是要秀在你這個效果前面的 我舉一個實際點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當你刀子全部插進去之後 板子拿下來之後 你應該走到前面去擺一個姿勢 秀一下 要秀一下自己 對 你不能讓大家 這個東西大家都在看這裡 沒有在看你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吃虧的地方 好 比如說火點起來 你還點了 浮點完之後火吹行 你應該再秀一下你的表情出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不然的話 看完之後覺得 魔術很厲害 表演很好笑 但是你長什麼樣子 我忘記了 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是每一個 職業魔術師的第一課 其實不管是魔術師 其實歌手也是一樣的 就是當然你唱完一首歌 或你演完一齣戲之後 要讓觀眾記得你是誰 你的樣子 你的名字 這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姜老師應該盡量把自己 再凸顯出來一點 姜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 在魔術的內容上面 我們這個劉老師 其實是給的分數不錯的 太棒了 只是希望說能夠更好 對 你能夠秀出你這 魔術師本身的這個叫 他的這個個人性 個人性 這個很重要 好 接下來請年齡人老師 給我們來講評 好 我想今天這個 張柏全老師 拿出來的那張照片 我就已經把分數 扣了好幾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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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緊接著就是 其實我們今天看這個 蔣老師的表演 這個不改他幽默的這個作風 那麼也秉除了 每一次來這邊演出 那種貧窮的氣息 今天果然看到他出動了許多的道具 連這個中小型的道具都出現了 這個刺頭香 那麼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姜師 跟姜老師的合作 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練習得 滿有默契的 有練習 如果沒有練習 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其實那種氣氛跟那個一致性 是會不一樣的 這個地方他是做得不錯的 那麼另外一個建議 就刺頭香的那個板子 那個先後的順序可能要對調一下 不要先放前面再放後面 因為觀眾看不到你的人頭哪裡去 對…他不講我們都 你發現了 對 就是要先放後面再放前面 因為你要讓觀眾知道 你板子蓋起來人頭還在 因為先把前面擋住 再擋住後面是不對的 有發現 對 以上是我們姜老師的表演 是 兩位大師的評語跟我們來賓都覺得不錯 但他是不是能夠坐在我們 本週的寶座上面呢 那還要看下一位參加比賽的人 他的功力到什麼程度 現在一塊來歡迎也是全自備的 我們老師是江柏全 這一位是劉大全先生 歡迎大家表演 風格另類的魔術手法 讓劉大全在台北縣市聲明遠播 他可堪稱是公家機關的 專屬魔術師喔 這位女の網站 好帥喔 那就怎麼看 Final 激情 см 來 好可愛喔... 好好玩喔 什麼啦... 好可愛喔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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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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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恐怖了 真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WOW 太強了 一、二、三、二、三 哇,鼓聲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她腳踢動起來在變一把出來 她在變一把出來 什麼東西 怎麼可能 厲害 來… 厲害 感覺上真的是 這個滿厲害的 好像在看卡通影片 這個…這個就好像 她把她的這個風格 很明顯了 跟這個機械舞融合在一起 就是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男生版的機器娃娃 對啊 媽媽舞藝都要 連舞蹈都要 對啊 你是不是有舞蹈底子 就是都有玩這樣子 舞蹈也有玩 好厲害 對 舞蹈真的很好 真的是不錯 來 說說看 我覺得她剛剛真的把自己當機器人 因為她在表演的時候 眼睛也都沒有看觀眾 她整個是這樣子發呆的這樣子 在做 所以她這個等於是雙重表演 對 兩個二合一的 好厲害 我覺得她光是那個 一開始出來氣勢就夠強了啦 真的嗎 對啊 而且好配合那個音樂 對… 一想要跳起來了 我們怎麼覺得是有… 就是舞蹈上面的東西 有 對我們藝人來說感應比較強 對… 而且她每一個動作都跟音樂 配合在一起 所以不能出任何的差距 節奏還超準的 對 節奏沒有出任何差距 剛剛蝦瑪芊呢 對啊 而且她的表情也很可愛 對… 我真的覺得她臉是一個機器人 就真的 對 有的人要模仿機器人 不是單眼皮不會笑 對…有可能的 對 牙齒還要很白 沒可能 對啊 好笑 郭敬妳今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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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霧燈口袋了 因為我覺得她不時的 會給人一種驚喜的感覺 就是什麼時候又變出一個東西 就是手上下那個時候 復刻牌也很令人驚喜 對… 然後那個白絲巾裡面 怎麼會變出這麼多球 對啊 復刻牌 一顆接一顆 品源呢 夜節奏感對不對 她的節奏感是讓我覺得 最感動的 真的 她其實魔術這樣子變了 可是她結合著每一個拍子 再加上她的肢體語言 她幾乎把妳的目光全部吸過去 真的 雙重的享受 而且妳會覺得她的 在肢體上面的所有動作 其實還滿帥的 是不是這種感覺 對啊 很有心理力 所以以我們這些人看就 就好像就是這個滿討好的 第一次看她已經變魔術 是用這種慢動作的 你看過 對 從來沒有看過 都是很快的速度 她是這麼慢…的 好 我們現在請老師 劉謙老師給我們講評 這個…今天這個比賽很難評判 真的 真的 今天水準非常之高 那個我們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勝出的李冠志同學 有沒有 在他的這個對手裡面 他如果碰到今天的江老師 跟今天的劉大全任何一個 他都不會再存在了 真的… 今天水準實在太高 我等於我今天 這個…今天真的很難評斷 至於誰優誰練 因為大家都有他的特色在 所以今天很難評慢出 誰會勝出 但是還是一樣 我要給這個大全的意見 這個我先說優點好了 因為其實 以這個現代表演藝術 跟魔術藝術來講 魔術有時候已經不光是魔術了 他會跟其他一些表演藝術結合 已經結合 像剛才這個融合機械舞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表現方式 觀眾不但可以看到魔術 還可以看到一些 其他的表演藝術 這個是非常非常值得讚賞的地方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值得稱讚的地方 就是他比 剛才江老師好的一個地方就是 他的臉是明顯的 對… 就當他表演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臉 不會光看他的手 對…因為看完他表演 我們就才知道 你剛剛講了什麼意思 他整個人照前面 對… 對 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我想給這個大拳的一些意見就是 最重要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能會造成 如果你今天輸就是輸在這個地方 就是失手 他跟他有失手嗎 我完全 有 我們看他的舞耶 而且剛才他的失手 其實是你們看不太出來 真的嗎 真的 在魔術的術語裡面 有個叫做misdirection的東西 叫做錯誤引導 簡單來說就是把觀眾注意力 引開的一種動作 當我叫你看這邊 其實我這邊做一些秘密的動作 這個部分是需要長年的鍛鍊跟研究 大拳這個部分有一點做得不好 就是有時候你的注意力 沒有辦法完全轉移 就是觀眾的眼睛 我們現在看還好 電視機這個到時候播出來 特寫的時候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到時候 可能會看到很多 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我是這麼覺得 所以這個地方 是我今天覺得最大的缺點 其他近乎於完美 我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東西 幸福與完美 連老師可能又有不同的看法 對 剛剛劉青也講了 他有幾個缺失在他的過門上面 比如他剛剛這個球 再重複出現這個位置 其實他不應該是帽子在後面 他這樣子的角度去換那個球 其實是不對的 對 那個角度真的很糟糕 他這個說的是內行話 我們是聽不懂的 不懂耶 我們覺得可以變出球哪裡都可以 對啊 就很厲害 其實這麼一說 他自己就懂這個道理 因為你這樣轉身來面對觀眾 那個角度是很糟糕的 對… 對 你必須 對 要選擇適合的角度去過這個門 對 那麼另外就是說他可能太緊張了 所以導致有一些技巧 可能就會有一些失敗的現象 那麼甚至剛剛這個劉青講 這個錯誤引導的部分 就做得不夠完美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去 拿這個東西的時候 再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但是另外一隻手 卻很明顯的表現得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就做得不夠的熟練 或者是太緊張 導致你無法一心二用 對… 對 這是魔術師應該要具備的一個條件 就是一心二用 一件這個同一個動作做兩件事情 這個叫錯誤引導 不過整體來說還是相當的好 對… 那現在我們請江柏全老師也來了 好 好 接下來他們兩位的這個 誰要走出攝影棚 誰將坐在我們今天衛冕的寶座上面 我們要開始評分 好 請大家開始 每個人只能打一個勾 勾的人就是請要離開攝影棚的人 不要勾錯囉 勾他 他好可怕 對 好險 有講 所以今天不管誰垂頭上去的走出去 跟你們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不好意思 加油 好難決定喔 而且可能會被唸出來誰勾誰 天啊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我們不勾了啦 弄得好像要下什麼生死令一樣 生死狀 好 我們明星評審呢 藝人來賓的已經出來了 江柏全 有兩個勾勾 只有兩個勾勾 劉大全五個勾勾 掌聲鼓勵一下 江柏全要留一下是不是 對 來 要不要唸出來你們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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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殘忍喔 不要 真的 我們一起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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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勾 其實勾了就要負責 對 沒有關係 好 那是公共體元的 體元 請你負責一下 你為什麼要勾劉大全 說 其實說實在 今天兩位的表演都很精采 說實在那個江老師給我們的那個氣氛 真的很像一部電影的這種進行 所以我今天我比較喜歡江老師的表演 對 所以明星的這一票 給了 不要這樣 不要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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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就沒有出來 她這樣收工了 小朋友 她回家 不要 比賽的人不出去 妳視覺堅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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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晚上留一個 留一個那個MSN9 我就放你們一馬 這應該太明顯了 王一仁勾得 今天就放你們一馬 對啊 對不對 好 明星這邊票已經非常清楚了 好 現在請把我們兩位老師的票 緊張的時刻到了 好替他們緊張 這才真的是緊張啊 先看連立人老師的 連立人老師勾的是江柏全 勾的是江柏全 好緊張 所以現在1對1喔 現在1比1 現在平手了 那現在是平手嗎 對… 結果現在劉謙老師的這個票 是關鍵性的 對 壞人 我請雞皮疙瘩了 最後一票 我唸了誰的名字 誰就要離開選擇了 是 施縫第一手的場面 今天究竟是 殭屍道仁江柏全勝出 還是機械武王劉大全未免 馬上回來揭曉 好緊張 好緊張 所以現在1對1喔 現在1比1 現在平手了 那現在是平手嗎 對… 結果現在劉謙老師的這個票 是關鍵性的 天啊 真的 壞人 我請雞皮疙瘩了 最後一票 我唸了誰的名字 誰就要離開選擇 好 是 劉大全 好殘酷 好殘酷 你不要做成這樣嗎 沒掉到後面 他頭也不回耶 人家看我們都不看一下 他內心衝出來 都不行耶 如果你今天輸就是輸在這個地方 就是失手 錯誤引導的部分 就做得不夠完美 不夠完美 將機械舞融合在表演當中的劉大全 特殊的表演手法讓人驚艷 就連他的笑容 都讓人感覺是那麼的舒服 然而這樣特殊的表演方式 卻難以讓評審忽略他的失誤 宣判了他淘汰出局的殘忍結局 讓他孤獨地走出了攝影棚 加油 劉大全 這只是一個經驗 相信不久的將來 你一定是讓人驚艷的魔術師 請老師給我們再講評一下好不好 我是給了這個劉大全比較高的分數 對 原因是因為劉大全他所練習的部分 就是說他是使用了比較高超難度的技巧 只是說他可能剛剛講的 就是錯誤引導做得不好 另外就是說他很懂得 運用他自己的這個音樂跟節奏 把魔術做一個結合 這個部分我們也給他很高的分數 好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有錢老師 換您跟我們說 首先我要說這個江老師獲勝的原因 真的嗎 是真的嗎 真的 今天沒有那個照片 他應該還是會贏 真的… 為什麼江老師會贏 除了他劍上面點火之外 這個是個創意分數的加分 第二個就是江老師的表演 在今天是完美的 就是沒有任何一絲的失守 那比較起來呢 雖然你的對手 他用了比較高難度的技法 但是他失守了 再比較之下 如果他的技法是完美的 那就是他贏囉 雖然他挑選比較困難的技巧 但是他失守了 這一點比較起來 江老師今天是完美的 沒有任何一絲失守的地方 而且在加上他的創意 在加上他的今天的整體造型 跟他整個 跟殭屍之間的互動跟搭配 幾乎是我找不出任何的缺點 所以最後我還要覺得這個 還是要覺得江老師今天 是勝出的一方 掌聲給我們兩位評審鼓勵一下 現在就請我們江柏全老師 登上我們冠軍寶座 漂亮… 歡迎各位 您有什麼這一天的本領 通通 只要你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技巧 都歡迎你來寫信 或經過報名電話來參加好不好 我們今天大風景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評審 謝謝 謝謝